博士 你好 大家好 阿根廷邱美斯早前來香港 因為沒有落場比賽 就是演快 軒盈大波 藍絲 甚至北京官方都好諸不發 這件事過了半個月了 美斯就是微博化影片解話 呈現他不是因為政治原因 不想落場參賽 只不過他身體不舒服 或者帶這個影片去解話 其實你覺得是釋放了什麼信息呢? 沒有什麼的 根本現在國內的宣傳媒界 香港的官員 相關人等 以致小紅書那些 小題大做 將一個球員不出場 就臺聲到國家專移民族 專移民的層次 真是相當的好笑 那我覺得 我都講過了 就是一個球員他受傷 那軍醫就是這樣說 那他就是在三天遲傷了 到三天後 又可以踢球 這個現象其實是否很變的? 就是每個星期在世界各地聯賽 都有這個例子的 幾天前傷了 幾天後就出回來 所以其實你說不信就不要信了 是吧? 但是他是這樣說 那軍醫就這樣說 他現在也是這樣說 那你可以怎樣呢? 是不是繼續不信呢? 是吧? 那就是下下就將這些小題大做 提升到民族尊嚴這個層次 反映著這個所謂的民族尊嚴都很便宜 那現在美斯就在隔了半個月之後 4日的事情 那都半個月了 推他出來澄清 那說完之後他又不信呢? 不信又可以怎樣? 是不是繼續窮區猛打? 是不是繼續阿根廷和阿根廷祝協杯葛他呢? 是不是? 那實際上 我自己覺得美斯就看回那段片 他基本上都... 就是我不知道他背後有什麼原因 令他要拍這段片 但是你看到他的表情 都跟他在平時出來說話很不同的 他平時比較輕鬆 事實上他的親和力都很強的 現在就說一些好像很觀衡文章的東西 那我覺得一個可能性都是想 就是你們既然這樣說 他們說一段說話叫做交代了 香港沒有說到 交代了 那我相信說完之後 你不信都沒辦法了 都算了 是吧? 但是就是現在的情況 就是到了這個階段 你怎麼收拾呢? 是不是以後都不跟這個阿根廷 足球總會有什麼交流呢? 是不是真的 美斯在國內就全部都在屏蔽他呢? 就是他一位成長這麼大的球員 是吧? 前年才領導這個阿根廷取得這個世界盃 那麼他在國內也有很多商業合約 那是不是可以完全完成他呢? 我也不可以了 是吧? 那你停了他的話 事實上可能也會招致很大的損失 我不是美斯 而是講其他跟他簽約的一些公司 是吧? 所以我就會覺得 單是因為他不出場 就抬升到這麼高的層次了 只是反映著 就是國內那種群眾的情緒呢 其實是很野蠻的 那我相信這次之後呢 他也不會再有什麼情緒可以講的了 就是已經講完了 你不信就算了 我相信他是這樣 其實對香港的所謂的神勢經濟有沒有影響呢? 美斯事件之後呢 都發現一些國際的一些知名的人物 都廢少去香港了 那你經過這件事情 大家當然不來啦 動一點就出精人 是吧? 而且肯定說 李美斯為什麼當日 就是 他是不是受傷不踢 這個我覺得還可以 就是 要相信軍醫和他自己的說法 唯有 是吧? 但是很明顯看到的就是他當日真是迴避和官員握手 也都盡量不要走過去那些班長嘉賓 李家超他們那裡 那我都說了 我相信中間肯有些東西的 第一就可能就是 就是 美斯的公共事務顧問會通知了他 就是這個政府 就是特區政府想利用這件事來抽水 利用他的形象那樣 那樣 那沒事的 這些事情是之前要作出這個安排的 你就在合約裡寫清楚 是吧? 但是現在的問題 你那個合約 楊潤紅也沒有看過 就是不可以以為你 透過公司 透過特區政府請了他來 來到香港之後呢 這幫球員和這些球星呢 就任你屎換 你去做什麼都行的 不可以這麼想的 因為他們本身每個都可以做合約的 是吧? 那我相信當時楊潤紅和這些部分議員的那些說法呢 就確實以為 來了香港之後呢 就包起了他們 他們要他做什麼都行的 要他去遊船開就可以了 要多給你一百多萬的仇金 要他去吉魚蛋就可以了 以為是這樣的 那也都可能在過程裡面有一些瓜葛是搞不清的 那也都現在有些傳聞都出了 就說那個合約上給的錢是給不足 或者不足以讓這些頂級球員和這些官員 做這場政治鬍子這樣 總之國中全民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確認 那但是那個過程呢 你就搞到就是 美斯要刻意迴避這些官員 不想讓他們們抽水 也都不去應這個特區政府的要求 做一些政府想他們做的政治鬍子 那你在過程裡面 特區政府的那些官員 以及楊潤紅啊 議員那些模式呢 是很清楚的 你以為請到對球隊來 跟他包起他做的都可以嗎 那我相信不是這樣 那所以有過這樣的事例之後呢 將來我相信如果有其他球隊 球星要來的話呢 特別一些就是什麼總飛那些呢 他肯定就會更加小心 看那種合約 也都不會那麼容易給你佔了他的便宜 看在眼裡的天文具星級的人物 無論是歌星也好 體育明星也好 我相信以後要他們來香港 作表演賽的話呢 他一定會想過度過 看看權行過得失 還有什麼可能陷阱要踩 他才會肯定 才會考慮 其實他的會員呢 是不是對這些藍絲啊 對這些 對他口中不發的人 有一個反擊呢 他這個態度不是反擊的 我交代給你聽 我真的病毒 真的受傷 這個態度就是 你信不信呢 是不是繼續不信呢 你繼續不信 他就沒話說了 難道你以為 繼續不信 繼續抵制他 他兩個禮拜後 他又會出一段影片 認錯啊 我那時候是假病的 不會這樣的啊 他一定不會這樣做的 是不是 所以我相信這次 都是息事寧人 就是 講給他聽 我真的傷了 我已經盡了能力了 我對你們沒有偏見的 不是政治原因來的 他說的政治原因 就不是 對中國有特殊感情 但是他沒有說過 就是特區政府的那些官員 所以我覺得就 講完之後 那可以怎麼樣 你不收貨就不收貨 是吧 你可以繼續不收貨 那我相信 他這番說話呢 就沒有解開到之前那些質疑的 就是要質疑的都要繼續質疑他 認為他不給面子 不握手 不出場 是侮辱國家 侮辱中國人的 那會繼續這樣想 但是到了這個階段 就是我相信 美思就擺了底線出來 我就告訴你 我就受傷了 我告訴你 我是真的出不了場的了 如果還是不相信的話 那他沒有話可說的了 我相信會到這裡 就看看你們 大陸的那些媒體會怎麼反應 其實早前有一個傳聞呢 就北京當局都想見事降溫 因為阿根廷呢 是南美洲 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盟友來的 他是一路都 他是簽設了一帶一路 第一就是 第二呢 他在過去 也都沒有跟這個 台灣未來眼去 可以這麼說 當歐洲很多國家 都跟台灣家庭關係的時候 阿根廷沒有這麼做 阿根廷呢 也都口頭上 特別說一個中國原則 更加重要的是 阿根廷 他跟這個美國 跟歐洲的關係 都不是說太密切了 因為 大家知道 阿根廷跟英國 有福克蘭聯群島的 所謂領土爭端 又打過仗了 所以他對歐洲 以及英國 都是 都不是太密切的了 那麼 對美國來說 因為阿根廷那個 正義體制的問題 事實上跟美國關係 都不是很密切的 那麼所以 對中國來說 阿根廷這個 南美的大國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戰鬥伙伴 來的 那麼所以早輪 早幾天 早一個禮拜前 有一種傳聞說法 就是北京當局 都希望降溫 這樣 是真的假的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背後的邏輯 就有它的道理的 那麼所以 會不會因為這樣 就是 美斯說一次 那你們 就是北京當局就會 借勢 就限制那些 傳媒啊 各種的平台 不可以再說這件事 那我們可以再看兩天 說回那個23條 就是 博士都要開論壇 討論的 現在那個諮詢期 就到了 現在政府覺得暫時 收不到一些反對的意見 我看到來動過 23條是胡說的梁玉天 所以博士 現在大家都很憂心總統 甚至乎不知道這個23條 立完之後 還有多少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的空間 甚至乎是香港裡面的媒體 所有的香港和外面的一些接觸 都可能構成犯罪啊 博士 是不是現在都很擔憂啊 我想這條法例的內容 我們幫助那個公民教育平台 都會搞幾次的論壇會講 那我想我可以留給幾位 跟著我們還有兩次的嘉賓會講 不過大家都看回第一次 我們兩位嘉賓 包括李永達和蒙兆達 都分別講了他們的看法 都是覺得這個假諮詢 覺得這個是一個 就是 對香港公民社會 進一步構成損害的一個立法 大家可以看回那段影片 就會知道了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呢 就你說 就是 沒有法律政策 每個人都支持 這些就是自欺人的 就是自家自己 就是一個這麼重要的法例 只有一句諮詢 其實就本身是很有問題的了 已經 而諮詢期裏面呢 你看到香港人呢 基本上壓著無聲 這也很不正常很明顯 不正常的原因 大家知道 講也沒用 第一就 第二呢 不知道講了就會被你抽後算帳 現在這個政府 你不知道他會做什麼的 所以大家就寧願不講算了 是吧 那不代表大家就覺得 這個 這個二十三條立法很應該 你鄧炳祥也好 律政司長也好 說聽不到反對聲音 為什麼聽不到呢 你自欺自己 你是不給人的反對聲音 是吧 你現在動一點就說人煽動 說人不一點就說人那樣 是吧 有些人在海外給一些意見 譬如說你講 許智峰這樣 或者彭定康 或者英國的外相 這樣 在海外給一些意見 講一些他們的看法 接著現在 你看到鄧炳強 他不是以道理來服人的 就是 只是 擺出一個 凶惡的戰狼姿態 說你們活出八道 我們香港人不知道幾間成這樣 那這些說法 就是香港人心裡有數 就是說這些官員講話的作風 以及他們背後的邏輯 大家也很清楚 所以就不值得反駁了 事實上 所以我覺得就 就是 這個肯定不是一個很合理的諮詢過程 香港人在這個過程裡面 沒有辦法發聲 只有這麼短時間 也沒有辦法去有意義的討論 很明顯這個立法的意圖 也都很清楚的我覺得 你有沒有擔心說 他立法之後 數量其衝的會影響到 香港哪一部分的人 或者機構呢? 那你如果有看我們上一次的論壇 你會知道其實就 兩位嘉賓都是覺得 就是 就是 無人可以倖面的 你現在 譬如他來說 收緊了 社團的定義 啊 對那些所謂 就是機密啊 那些啟發 講得那麼寬鬆啊 或者說 那個舉報的要求是 那麼 那麼嚴厲啊 就是鼓勵那些人不悔 簡單講的啊 那麼其實就是 沒什麼人可以 可以 逃避到的 就是說 如果你相信那兩位嘉賓來講話的話 其實香港人那個 基本的人權 言論自由 都是受到很嚴重的限制的 我們 我們過兩晚呢 就有另一個論壇 就會請到一位商界人士 另一位新聞界的 老傳輩 他們會講講 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的影響 以至對營商環境造成的影響 那大家到時候就聽一下 再想 報事幫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的環境 你見到中國外長 他在莫尼哈的安全會議 好像很活躍喔 差不多見了 各國國家的演奏 表面上看 我看到有媒體言論 他現在似乎要少少放軟身 近年收棄了一個戰狼的口風 那你現在 他不是這樣不行 他當然外長身份出去 大家懂得招呼一下你的 是吧 事實上美國的態度都很清楚 歐洲的態度都很清楚 就是要你保持 和歐洲和美國溝通的 是吧 你有些事情要拿出來說 要拿出來解釋 那所以 就是他去到 肯去到 肯和人談的話 大家自然會和他談的 但是談完之後 會不會接受他的說法 是另一回事 那你見到他講的時候 當然也講台海 台灣就是 現在這個執政黨就是危害台海 台海安全 台海和平 台獨就是 就是跟這個 台海和平不能夠泳泉 這種說法 那你見到台下那些 那些 就是聽他講的那些人 都與他講這些 大家都不會有什麼反應 同不同意 那一回事 大家都不會特別同意 大家都清楚 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脅是哪裡 大家都知道的 其實就是 那他另一方面 當然是涉及這個中國 中國的經濟 事實上不是太好 各方面的數據都是差的 那所以這次他也都很自力的 希望就打破 特別是美國 以至其他歐洲國家 所進行的圍堵和脫歐 所以都講很多 就是脫歐肯定是不好的 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說一回事 就是 歐洲與西方國家 在某些環節上面 不會 不再 因為隨著這個對中國的幻想的破滅 如果看到你那個中共 這個政治集團的野心 它在一些關節環節 比如AI 晶片這些環節 肯定會繼續用一個 就是 壓抑的做法 不讓這個中國 是可以搶到先機的 那這個我不覺得 王毅這次去 和敢當人聊天 又見到國務卿了 是可以產生什麼突破作用 現在 美國方面放出的消息 都是說 和這個 王毅談完之後 有建設性 然後 這個傳聞就會 為這個 習近平跟這個 拜登空電話 做了安排 那其實就 不見得在那些 剛才說的那些 比如說 限制高科技書 說 在台灣問題上面 繼續警告中國 不要胡作非為 在俄烏戰爭上面 繼續看著中國 會怎樣 暗地裡 去援助的話 去支持俄羅斯 這個都是 在歐洲 接著美國的主要的政治論述 不過現在 接近3月5號 中共還要開兩位 這兩位 是摸開三中全委之後的兩位 差不多是中共歷史上的 普通宣議這樣 看看王毅都說 會怎樣拜登媽 和習近平通電話 這些人都覺得 這兩位做一些鋪排 兩會呢 基本上就很少就著這些 這些個別國家的問題去鋪排的 你說得很對 現在問題就說 三中全會都還沒開 那其實過往呢 那個慣例就在新政府 當屆政府第一年的年底 就會開這個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呢 就會就著五年計劃 或者一些重要的經濟舉措 就去決定 然後宣佈 那接著第二年的兩會呢 就會確認這些事情 那樣的 但是現在問題是 三中全會就還沒召開了 那很顯然都是因為 國內那些問題 經濟問題是很難 有些什麼事情 很有效和短期可以 銷售到的方案 那所以在三中全會還沒開的時候 開這個兩會呢 除了一般性的黨務 人次安排這些之外 就看不到它有什麼 在經濟上面作出一個吸引 過往三中全會開完之後 那些制定的經濟發展計劃 暗年方五年計劃那些 就會在兩會上面正式蓋章 那這次沒有了這件事蓋章 那會不會 就是要留待零年呢 或者說會不會三中全會 會在兩會之後緊急 就是緊接地調開呢 這個大家都在看著的 所以這次兩會的主題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不是很清楚的 也都看不到有什麼重點的 和個案真的不同的 我們也會看到的 可以看到對方的 氣候就在這裡 會不會很久的 我們聊天 我們聊天